大家好,我是品牌哥 前段时间看到一则新闻点进去一看 我发现新方正集团已经悄无声息地成立了 再细一看,其背后的金主换成了中国平安 这就意味着北大方正集团告别了曾经背靠的北大 根据于北大的方正集团 始于激光照牌科技基因被誉为中国最牛校企 汉子拥抱计算机时代的功臣,中国之光 在我的记忆里 家里使用的第一台电脑就是方正台式电脑 要知道,那个时候方正的知名度一点也不比现在的小米华为低 如今,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 如此咫尺,接种,摧枯拉朽,从辉煌到衰败 不用格式,只削几十年 为了本次视频,我查阅了许多资料 就是想尽可能地拨开历史的尘埃 给各位小伙伴们奉上一期硬核内容 视频制作不易,非常希望得到大家一键三连支持 本期内容,你将知道 从出生就含着金钥匙的中国最牛校企 如何沉迷于资本的游戏而无法自拔 这个拥有数万员工的巨无霸 又是如何沦为极少数高管手中的玩具 从中国之光到倒闭破产 北大方正到底做错了什么 20世纪80年代,国内正处于创业潮之下 全国各地无数怀抱梦想的青年 纷纷投入了创业大潮之中 甚至连各个高校也在创办自家校企 毕竟相对于个人创业 高校有着无可比拟的技术优势和人才储备 1986年8月 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双料院市 北大计算机专业教授王选发明的 汉字激光照牌技术基础上 北大注资40万元成立了北京理科新技术公司 这就是北大方正集团的前身 4年,北大物理系讲师张玉峰、张兆东等人 创办了北大技术服务部 于是北京大学就寻思着 两个能不能一起发展 就这样,在北大的撮合下 王选和张玉峰成功会合 开始了照牌系统的生产和销售 在北大方正汉字激光照牌技术推出之前 国内的出版行业还停留在千活字印刷阶段 人们需要先刻好字母 随后铸造出千活字 与英文只有26个字母不同的是 汉字使用的单字很多 大约有7000多个 也就是说 至少需要7000多个千活字 当然还有各种标点符号 排版的时候 剪字员先根据原稿和设计要求 剪出需要的字体字号的文字 标点及符号 然后按照次序放在手盘 拼成完整的词句和文章 读版后通过千活字印刷机 在纸张上将模板印刷成成品 整个流程不仅非常复杂 还费时耗力 效率很低 北大方正汉字激光照牌系统 利用自行信息压缩和快速复原技术 将这一切实现了电子化 汉字印刷从千余火时代 跃入光与电时代 效率质量大大提高 成本却急剧降低 王选本人因此被誉为当代必生 1989年 并获金额便突破1亿元 远远领先于同时代的联想 随后的四年时间里 在王选和一批年轻员工的努力下 陆续研制出了报纸远程传版技术 彩色桌面出版系统 新闻彩编流程计算机管理等等系统 北大方正出版系统走向全球 迅速拿下港澳 东南亚和北美地区 80%的华文报业市场 甚至连央视都点名表扬过王选 只要你读过书 看过报 你就要感谢它 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 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在此期间 北京大学理科新技术公司 正式更名为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 1995年 方正香港有限公司 登陆香港联交所 王选受邀担任 方正香港董事局主席 正为北大方正集团的 灵魂和旗帜 甚至被媒体称为 方正之父 同年 方正电子出版系统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也就是在这一年 北大方正集团进入PC行业 到20世纪90年代末 北大方正第七八代出版系统 不仅占据国内市场 新闻产品也出口至 美 英 法 德 意大利 波兰 加拿大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开辟出了一条 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 这几年的北大方正集团人员关系 尚且还算和睦 但古往今来 权力和钱财 就一直是许多人追逐的对象 有了财 就想着更进一步 得到权 公司发展的越来越好 内部人士 却更迭的越来越频繁 总裁换了一茬又一茬 只有王选和张玉峰 雷打不动 因为有激光照牌系统的 垄断利润加持 和个人电脑市场的春天来临 到1999年 北大方正集团旗下 已经有了三家上市公司 然而 也就是这一年 集团内部悄然上演了一场 低功大戏 北大方正集团自创立以来 一直有两个核心人物 技术核心 王选 和经营核心张玉峰 技术派和经营派 经过漫长的折服后 终于争斗起来 闹得不可开交 锤都觉得自己最重要 没有自己 就没有方正的今天 当年9月16日 香港方正的第二大股东 要求香港方正 董事局主席王选辞职 9月20日 北大方正集团 一些中高层管理人员 又联名要求 王选留任集团董事长 香港方正董事张玉峰辞职 然而 这场谋划已久的逼宫大戏 最终落得两败俱伤 北大校方将两人各打30大板 11月 王选和张玉峰 双双退出集团董事会 内部争斗之后 北大方正集团 调整了董事会成员 北大副校长敏维芳 任集团董事长 同在这一年 任教育北大的魏欣 成为集团副董事长 并改组了旗下严中实业 改名为方正科技 两年后 他成功接任敏维芳 任方正集团董事长 当时 魏欣把正在迅猛增长的PC机 显示器 服务器等电脑业务 以现金对价注入了方正科技 使方正科技的营收和净利润 增长了10倍 但是 北大却没有提高股权比例 看见股价暴涨 反而减持套现了几十万股 而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 方正科技做大 总股本1.86亿股中 北大方正集团和相关联公司 合计只剩下814万股 占4.36% 大股东持股不到5% 这已经足够很多人动起心思了 更别说 当时方正科技的关键人物 朱建秋 他是跟张玉峰 一起从金银做起来的实力派 也是他把方正电脑 做到全国第二 最重要的一点是 他根本不买卫星的账 当时 北大校方还在减持套现 而与朱建秋有联系的 长虹 红星仓储 和方正科技的持股加起来 接近北大方正集团的持股比例 只可急坏了卫星 就在这关键节点 他碰到了凯蒂系的理由 2001年5月 方正科技被北京 玉芯 深圳凯蒂等6家公司 联合举牌 两日后 北大方正集团 直接给了方正科技 一份候选董事名单 里面一共两个人 其中一个就是李友 最终 朱建秋出局 李友先进入方正科技任总裁 后进入北大方正集团担任CEO 然而 随着李友的加入 不但改变了卫星 和北大方正集团的经营价值观 也埋下了他锒铛入狱 及集团破产重组的恶果 公开资料显示 重庆人李友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 1982年考入郑州航院 期间因病休学一年 于1986年毕业 在郑州航院的学习经历 为其日后积累了众多的战友 此后 李友将他在郑州航院的同学们 先后拉入北大方正集团 方正的正行系逐渐形成 2003年 卫星提出 方正的发展要多元化 要请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北大方正集团开始宣布转型 于是 北大方正集团 从一个IT技术公司 开始向金融公司转变 与此同时也走上了 雷区蹦跌 不作不死的道路 凡是沾手资本运营的人 可能99.99% 不愿意再做又苦又累的 实体产品经营 凯蒂系 是中国改革开放后 早期的资本大鳄之一 李友身体里躺的 都是资本的险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卫星受到教育和感染 北大方正集团 依靠前新基础研究 到科研成果转化的发展模式 太苦太慢了 此种思路和操作 完全改变了 北大创立方正的初衷 也改变了 中国大学校办企业的 定位和使命 北大方正集团 走上了为资本而资本 为扩张而扩张的 不归路 实际上 早在卫星发表 转型改言的前一年 也就是从2002年开始 北大方正集团 已经踏上了 买买买的疯狂发展之路 什么浙江证券 民族证券 成都商业银行 还是苏州钢铁集团 西南合成总场 以及医疗健康和智慧交通 等等企业 都不在话下 一副财大气粗 舍我其谁的架势 在资本和产业市场上 横冲直撞 这些公司 基本上都在经营上 遇到了困难 或者深背债务 低价收购这些公司后 北大方正集团 对他们进行债务重组 增资扩张 形成了新的子公司 从证券 到钢铁制造 到医药领域 北大方正集团 居然同时涉及了 许多风马牛 不相及的行业 有的公司 本身底子不错 在北大方正集团 入主后 都扭亏为盈了 比如西南合成制药 2013年更名为 北大医药 是北大方正集团旗下 六大上市公司之一 可有的公司 却不一定只是因为缺钱 才出现了问题 要低价变卖 北大方正集团 无法为这些公司 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与技术创新 这些公司 该亏钱还是亏钱 到最后 成为北大方正集团的 脱油品 可北大方正集团的管理层 并不知道 当一家以技术为 立身之本的公司 抛弃了自己的 核心技术和核心优势 走资本扩张的道路时 隐患也就此埋下了 但是 刚开始 北大方正集团 确实赚了很多钱 2003年 营收就超过200亿元 与联想只相差40亿元 然而 因为没有在电脑方面 进行投入 方正电脑 最终以7000万美元的 低廉价格 出售给了宏基 方正将电脑业务出售后 北大方正集团 开始进入信息技术 金融 房地产 甚至是医药行业 仍然成为一个 横跨多领域的大集团 北大方正集团官网显示 截至2018年底 北大方正集团总资产 3606亿元 净资产655亿元 2018年 北大方正集团年收入 1333亿元 年净利润14.9亿元 当时 北大方正集团旗下 拥有方正科技 方正控股 北大医药 北大资源 方正证券 中国高科等6家上市公司 海内外员工 合计约3.8万名 然而 在买来的产业中 北大方正集团 根本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很快因为极度膨胀 而背上巨额债务 随着营收不断增加 债务也不断增加 仅北大医疗一项 就让北大方正集团 负债上百亿元 北大医疗 不过是冰山一角 北大资源 作为北大方正集团 地产板块的上市公司 本应是其盈利的一大利器 却成了慢性毒药 2015-2018年 北大方正集团 对北大资源 进行了425亿巨额投入 但北大资源 依然出现200亿 经营性巨额亏损 多个项目投入产出 未达预期 甚至亏损 导致北大方正集团 业绩指标不断下滑 只得依靠借旧还新 仅2018年 北大方正集团 就发行了17战券 领导者战略的非理性 让北大方正集团 这个本来核心业务 非常出色的企业 画得不归路 同时将北大方正集团 拖入严重债务危机 濒临破产的境地 连带着诸多 毫不相干的产业及企业 也最终葬送掉 他们所有的理想与梦想 北大方正集团 为何要走上多元化之路 卫星的三句话 就能得知答案 激光照牌 一年才几个亿的销售收入 我们的电脑销售收入比较大 一年有几十亿元 但那是高新技术企业吗 我从来不认为 电脑公司是高新技术企业 因为核心技术 都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经过多年的软型 北大方正集团 已经不是原来的 北大方正集团 它已经从一个高科技公司 变成了一个 全新的金融控股财团 特别是 根据卫星脑袋里的 高新技术概念 2009年 北大方正集团 毅然决然地砍掉PC业务 要知道 彼时方正电脑年销量 达500万台 全球的Top10 北大方正集团 似乎因为走得太远 而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卫星似乎也不记得 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们是北京大学的企业 不做民工 也不做违反我们价值观的事 资本的背后是人性 贪婪 常常把资本弄得面目猙獰 马克思早在180多年前 就以深刻指出 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 或利润太少 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 资本就大胆起来 有50%的利润 他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 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 他就敢犯任何罪行 甚至冒绞死的危险 比如李友和他的正行系 就想要通过内幕交易来牟利 甚至是控制北大方正集团 北大方正集团 在2002年的时候 净资产已经超过了20亿元 可是2003年3月31日 内部的评估 却把集团净资产评估 一下子砸到只剩1.5亿元 李友团队按照这个标准 通过一家皮包公司 北京招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4480万元 拿下了北大方正集团 30%的股权 等到了2003年年底 北大方正集团净资产 又上到了40亿元 此时 30%的股权 价值12亿元 好家伙 这一波操作 真是666 不必品牌哥多说 大家应该都能看出 其中的猫腻吧 从2001年到2013年 李友和魏欣在北大方正集团 安稳待了十多年 若不是遇到了李友的朋友郭某 俩人可能会干到光荣退休 直到2014年 郭某直接反手一个举报 把李友告上了法庭 说他进行内幕交易 侵吞国有资产 这一下子 魏欣 李友和李友系的余力 全被带进去调查 这一查 就是两年 把李友的关系网和外围公司 全给翻了出来 2016年 李友狼当入狱 罚款7.502亿元 终身不得进入证券市场 随后 北大派出团队 接管北大方正集团 时隔多年 终于又掌握控制权 2018年初 证券会警告了魏欣 并处以30万元罚款 魏欣不执行 入选当年 第二批资本市场老赖名单 北大接管北大方正集团时 这个金融大厦 已摇摇欲坠 剩下的余力等人不甘心 还策划了当年 十分出名的 抢公章事件 没错 要单说抢公章这事 当当的李国庆 还是他们的后辈 2017年 北大方正集团员工 带着招润公司 工章 营业执照等 来到工商局 办证柜台 结果却被余力他们 守株待兔 抢走了证件和工章 这东西在余力他们手里 就代表着 他们的股东身份 依旧有效 直到2019年 控制着70% 北大方正集团股权的北大 还在和提前出狱的李友 在法院扯皮 据Win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9年9月底 北大方正集团总负债 高达3030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83% 其中 本部负债约700多亿元 包括300多亿元的债券 400多亿元的银行贷款 而这一年12月份 北大方正集团的 超短期融资债券违约 引发了资金链危机 虽然之后 北大方正集团 把偿还时间通过商议 调节延迟到了2020年2月 但仍然收到了 北京银行 对方正破产重组的申请 随后 央行教育部北京市成立清算组 接管北大方正集团 如同大家所见 这个曾经被誉为中国之光的公司 最终走上了破产重组的道路 记得无间道理的江湖人士倪坤讲 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还记得剑语中 转龙王队彩戏师说 你要变戏法的时候就变戏法 要练武功的时候就练武功 你总是混在一起 能活到现在 真是一个奇迹 这两句电影台词真的再是和北大方正集团不过了 这一路走来 北大方正集团渐渐在壮大的路上迷失了初心 为了炒资放弃了起家之夜的技术研发 而那些你来我往的争权夺位 到头来也只是为大众留下一些谈资而已 从北大方正集团的落幕中 我们除了看到人性的贪婪 还可以看到 多元化发展战略可以让企业兴 也可以让企业灭 过度多元化发展将会分散决策者精力 侵蚀企业核心能力 如果整合不力 必然会带来各种风险 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反观华为 能有今天的全球竞争力 自然离不开 从成立之初就坚持强而专的核心业务战略 华为尽管也实施多元化战略 但只是有限的多元化 及核心技术关联多元化 据传 深圳南山区准备给华为一块地产 但让任正非给回绝了 因为他怕非核心业务的暴力会诱惑骨干 损伤核心业务能力发展 往事不可追 来者有可见 品牌哥真心希望 我们的民族品牌都可以见贤私奇追上去 见不贤而杀住车